我今天很高興來到這邊 我要先說兩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是 現在這個狀態其實跟Max很像 我們來到這邊真的是非常非常非常的難得 因為我兩個小孩 兩個月一個快兩歲 所以要在這個假日的時間來這邊 真的是老婆要非常非常的成全 第二件事情是 我正在推這個遊戲 正在玩這件事情 今天很開心 我遇到James 因為他的APP其實正好是我的夢想藍圖中一個非常重要的一塊 我想每個人 從小大家應該都玩過遊戲 不管是電腦遊戲 手機遊戲 或是簡單的柴犬 那遊戲這件事情其實是人類應該是生活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 而且也是本能 因為大家其實玩基本遊戲 這個都是每個人都會做到的事情 那玩遊戲獲得到的一個樂趣 我想大家印象非常深刻 你人生中會有機場的遊戲是你一直忘不掉的 而且他那個動力跟那個吸引力是非常強的 所以 因為我本身在做在費力組織上班 所以我們會接觸到一些學校的社團幹部訓練 那如何去提升同學他們參與的動機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後來我接觸到密室討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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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論 那從這樣的一個經驗都引導他們在不管是社團幹部的領導上 還是在他們的學校學生會知識幹部的分工等等的去做一個應用 這是簡單給大家看一下 主要是要給大家看一下時間 就是我們玩線上遊戲遊戲 它是一個調查 會有兩個小時 兩個小時到四十九分 那手機的部分是將近有九十三分鐘的時間 是想讓大家知道一下 如果每天花這樣的時間 一個禮拜你累積了遊戲的 玩遊戲的時間是非常可觀的 但是如果你把這時間 可能要從遊戲突然調整到閱讀是非常困難 但是如果你能從玩遊戲中獲得到什麼 你每個禮拜 將近快十幾個小時的時間 你玩遊戲除了打發時間 聊天或是社交之外 你還可以學到什麼 我相信這個是非常重要的一個部分 我簡單把遊戲有幾個重要的規則 把它放出來讓大家參考一下 因為遊戲裡它會有一個規則 那遊戲的規則 如何應用到我們真實生活中 或是你在玩遊戲的時候 如何跳脫出被遊戲設計者引導的一個情境 因為常常我們玩遊戲 可能它就是叫你刷刷刷刷刷刷 但是你刷了一個小時之後 你到底獲得什麼 你可能只是消耗了一個小時的時間 但是我們把遊戲的規則抽出來 遊戲的規則 目標 我們要回饋跟支援參與的部分 我們把這四個遊戲的元素拉出來 我們開始進行遊戲化的設計 遊戲化的設計也就是說 比如說我們開始把 我們把遊戲的一些元素放在真實生活中 但是這個過程是非常困難的 因為遊戲是非常抽象 所以我們是先從密室逃脫 或是幾個實體的活動 把它開始應用上去 比如說點數、勳章等級、排行、獎賞這些部分 我們把它放在遊戲中 把它放在教育訓練中 我等一下用 這個部分大家都玩過 所以我就直接跳過 我進行整個分享 這是我們今天接到一個 高中的社團幹部訓練 那以往老師跟我說 他們以往都是找講師來上課 來講 跟同學講說 社團幹部訓練的經營的一些技巧 經驗 然後身為一個社團的領導者 哪些重要的特質是非常重要的 但是大家都知道 被動式的授課效果是有限的 所以我們幫他設計這個活動 我們在活動前先請同學 Google 表單填寫一下 你覺得領導者對你來說 哪幾個特質是最重要的 那我們把它排行 然後我們選出15個特質 那我們透過密室逃脫 我們包裝成一個領導者之心的爭奪戰 也就是說 我們包裝一個故事 就是 從中國司機有一個東西 它叫領導者之心 只要一個國王 他能獲得到這個物品 他就可以掌控全部的國家 但是沒有人知道這個物品是什麼 那有一場 古文物的一個展覽 那 其中的一個領導者之心 就藏在這個展覽中 所以同學必須要找出來 剛剛說的15個特質 它變成了一個拼圖 那 當然現場中 一定會有超過15片 還有其他特質的拼圖 所以他必須要找出那15片的拼圖 完成那個拼圖之後 會獲得一個關鍵的線索 這也是整體的設計的文卷 好 每一個特質都會有一個題目 比如說左上角這邊 它的特質是耐性 那我們特別找了一個 就是大家常在夜市都會玩 那個磁鐵釣魚的玩具 有些磁鐵的 有些魚的部分 它磁鐵被拔掉 所以它有些 它只能釣一些魚起來 那些魚的背後就會有英文字 加起來就是passion 就是耐性的部分 所以它可以找到耐性這片拼圖 那最後呢 一開始 密斯堂說大家玩過的話 它的過程都是發散的 就是大家會很兵荒馬亂到處找民意題 找那個解答的部分 但是我們通過遊戲設計 它解開15題之後 它解開15片 完成那個拼圖之後 它要把拼圖翻面 背後會有一個任務 叫做所有人要站在綠色墊子上 教室裡面只有4片綠色墊子 同學有20個人 所以它必須要用疊的 要用採的 要抱的 各種方式 但在過程中 就讓他們深刻的體會到 它可能對某一個特質有特別的印象 那第二個部分是 它可以充分的感覺到 他們團隊從一開始是分散 到最後所有人非常靠近在一起 所以這樣一個過程 我們在帶他們討論 你們覺得社團幹部哪一個特質非常重要 然後未來要如何去應用這個部分的話 會對他們來說印象是更深刻的 這個呢 非常有趣的是 我們也嘗試在 把密斯逃脫用在文化小學的部分 這是我們幫一個國小 他們一個下令 那我們特別 有的國小他們的一個營隊 那我們把國音速死地 就是有五個學科 分別設計五道題目 來讓小朋友去挑戰 那這五道題目 都會跟他們這學期剛好學到一些技能有關 比如說弟弟 他學會方位探別 東北東之類的 他最後會完成一個密語 非常有趣的是 我們這一次也邀請老師來挑戰 那密斯逃脫有趣的就是 表面上看的會必是真的 所以老師就卡在國文那一題 一直解不開 那同學們就會覺得很有趣 因為國文那一題其實是要英文邏輯去解的 但是他表面上看到是中文 老師就會推說你是國文科的 這個你負責 但是這個過程會讓同學覺得 我上課學到的地理範圍判讀是有用的 他可以幫助我解開這個任務 他獲得成就感會比考試那一題得到兩分 答對兩分來得更強烈 所以這是我們在做的部分 那也是 未來也是希望說 不管是密斯逃脫還是定向許如寶 我們可以開發更多的教案 幫助學校在活化教學這部分 所以也希望未來如果有夥伴對於 不管是遊戲設計有興趣的 或是密斯逃脫專案設計有興趣的 我們可以一起來交流一起來討論 然後我們可以把這些資源分享給學校 特別是偏鄉學校的小朋友 他們玩密斯逃脫基本上不可能 但是我們只要把謎題 把資源分享給他們 他們把它印出來 把那個規則給他們 老師就可以進行帶領 那小朋友也可以玩到這樣的一個教育 另外一種遊戲體驗另外一種教育資源 這是我希望做的 那也希望大家有任何的想法 都可以交流 謝謝